- That's my shit, that's my wave - Do I like that then I'll repay? - Don't be scared, I ain't afraid - Just like that, come my way Hello,今天就是我在秀易的第四天 繼前一天是新沙洞的好天氣 今天就來這個狂風暴雨 韓國政府還不斷說什麼現在的天氣 是屬於這個什麼極端的天氣 請大家留在室內 然後我們是香港遊客 當然不聽 香港的黃語比你更大 今天的行程我們會去兩個地方 一個是明洞 一個是很近明洞的東大門 主要是吃吃吃打卡打卡打卡 還有慢慢買 都是那些 我們現在就乘搭Uber去明洞 我們第一站去這些漂亮的cafe打卡 這個cafe的名字叫做Urban Plant 我上網看到裡面是挺有趣的 人們說裡面的食物也挺好吃的 它裡面全部都是植物 然後它有一個位置像展覽一樣 sorry 不是展覽 它是好像大館那種 你一會兒就明白我說什麼了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頭 好想今天沒有夾暖把頭髮 主要是一個名字的選擇 就算坐Uber來也會淋濕的 簡直沒有一口臉 我覺得如果你們也有興趣來這一間的話 都可以像我這樣穿的白色衣服 就會跟背景搭配一些 不知道為什麼 比起植物 我更加喜歡掛在這裡的餅 不知道 糟了 我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怎麼搞 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 店員說這裡最有名的味道就是Butter & Milk 我不太喜歡它的奶油味 然後我現在吃的是Garling味 超好吃的 夠命的 我那天原本是想買多一塊來吃 但我相信我心裡的另一個我 也是不希望我在這個旅程上飛得太多 所以是沒有買第二塊的 我剛剛不是說它好像大館 就是這些報警 我初來以為只有一個小塊 但不是 它裡面是很多很多不同的主題 一個連著一個走進去 可能這個VLOG要改名 不是這個什麼手耳類行飲飲食食 要改做這個什麼名動一日行為VLOG 好啦 那你們容許我繼續拍下去 但是很有這個問藝氣息 但我相信它背後應該是沒什麼特別的意思的 它也是很膚淺的 讓大家拍照而已 我們離開了這間café之後 準備去另一間café 你沒聽錯啊 不過去之前我們發現我們不夠現金 因為我們很想吃那些街邊魚糕 什麼年糕 雖然這麼大魚都不知道有沒有 結果搶完錢之後 我們全天都遇不到這些坦當的 然後我們下一間去的café 這個名字就叫做赤塘 韓文是不是讀這個 我讀得好像泰文一樣 通常你去一間網紅店 你都是因為上網看到有人去 然後覺得那個地方很漂亮 所以你就想去 但是我上網看到這間café的照片 我就被它誤倒了 因為裡面很大 我們吃一點都不大 它的背景 那些竹林 令它好像很有空間 但是它的食物真的挺好吃的 很有日本的味道 而且食物真的做得很細緻 我現在回想 我們真的在韓國去了很多間café 然後瘋狂吃蛋糕 吃這個吃那個 但是這些是要還的 所以現在配音的我 現在可以很慘地喝這個粟米茶 那無疑忠讓我找到這條片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聲音 好像是阿妹那時候 扯著要跟我拍reels的時候拍的 然後我們就搭了幾個站去東大門 經常看到IG店主去東大門入貨 我都想知道那些衣服都有多便宜 誰知最大最新的那間 原來逢禮拜四是不開門的 我們只可以去Hello APM那裡看看 但是什麼都看不合 然後我本身在看一件外套的時候 我是沒打算買的 因為外套也挺貴 但它看起來又不是說真的很漂亮 然後那間店的店主不能抓住我 然後我就說我不買了不買了 他又很兇地看著我 你說你說 你要多少錢才能買我這件衣服 我心想發什麼神經 那件衣服本身好像是七萬磅 還是八萬磅 然後我跟他說 好三萬磅就買了 打算打發去走 怎知道他跟我說好三萬磅就三萬磅 看來現在的經濟真的很差 好無聊在這裡走完之後 我們就回到明洞 買了一些手信 其實都是買一些在香港買不到的韓國零食 然後我們今晚就預訂了一間挺有名的燒肉店 那種有名不是香港的那種 Sukiyaki Mori那種 他好像是牛角那種出名 不過是高級版 有人幫你燒賣 這間店的名字叫做王菲家 他就在Naver Map上預訂的 好了又是喝米酒的時間 正所謂有米酒的餐廳 就是好餐廳 然後我們就是吃吃吃吃 他們最好吃的就是那種有果汁味的牛肉和豬肉 好像我超喜歡吃的那間新蘿蔔那種 然後我們還點了一個 全部叫水爛麵 他以外地很好吃 然後還有一個韓式的牛肉塌塌 也是非常好吃 那今天的進食就差不多了 真的失敗 竟然沒想到爛醉這樣走 今天做不到一個放蕩墮落的人 大家喜歡這條影片就like這條影片 下次見 拜拜